萬子千紅群花隨風飄逸 搭配蟲鳴鳥叫煩惱瞬間 消失殆盡 曾創下153萬人次到訪的桃園 彩色海域祭光彩色海域 就多達8萬株 還有2萬株的百合 18萬株的在地花草 數量很壯觀 但園區要等到清明廉價才開放 不少人提前想看卻撲空 提早一天可惜沒能置身花海沒關係 來到這邊也有浪漫美景 藤架上垂落的粉紫色花 雖如夢境般浪漫 位在南投的紫藤花盛開 花季從3月中到4月中搶看美景 得把握時間 而且它有那個幽幽的那個香味 但紫魅力大爆發 還有苗栗竹南龍鳳漁港周邊的苦戀樹 一整排如濾鏡的顏色很迷人 漫步在其中 還能聞到淡淡花香 感覺就是新鮮嘛 是很好的地素氛鏡 春天花海齊放 北中南各有美景能捕捉 五天清明廉價走出戶外賞花去 沙灘上繽紛的藝術品 觀光客站在一旁 宛如變身逛宇宙花園的小精靈 五天連假漁光島藝術節 即將在第一天下午登場 前一天遊客就搶先來欣賞 風遊先進這樣子 很可愛這樣子 蠻有海邊的感覺 因為它那個像是樹葉的東西 好像是有點衝浪版的感覺 藝術作品 由藝人光環的加持成了亮點 一年一度的活動 再加上連續假期 店家早就摩拳插掌 安平最經典的小吃 新鮮的鵝啊 還有肥美蝦仁 裹上了蛋汁 斷上桌 讓人食指大動 而遊客必嘗料理 還有這一道蝦卷 業者已經早早備料 連人力都張羅好了 連續假期安平商圈 從小吃美食 蜜餞半熟禮店 店家沒有放假的準備 只有某足利把貨給補足 但是對於遊客來說 台南的迷人 還有哪些地方 光島逛藝術節 然後再逛安平老街 然後再來吃鵝啊 去一些咖啡廳 或者是美術館之類的 看準好拍景點 是遊客的首選 趕在連續假期之前 市區中的這棟建築前 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這邊是長津閣 另外一個封號是全臺最美公署 歐式城堡建築 黃白牆面搭上了藍屋頂 搶眼的配色 過去吸引不少拍昏殺的新人 來取景 二零零七年移民署租用的建築 去年空出來之後 台南市環保局接棒整修 外觀歐式風格 但是內部敗棒的是 台式的古典家具 內外衝突性強烈 已經成為網友討論焦點 連續假期勢必也成為 另一個搶牌景點 三零星網上 朱瑀榮 台南報導